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昌龄 高氏 白居易 袁枕 韩玉 刘雨熙 李赫 杜牧 李商隐等等 唐诗在这些人手中走向了最为辉煌夺目的时代 给后人留下了难以企及的高度 这些诗坛牛人既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姓氏 但是对于唐朝以后的人来说 这又如智故一般 因为唐朝诗人把该写的能写的都写了个遍 所有的人生体验与感悟 差不多都被唐诗到尽了 以至于后来者 很难写出可比兼唐人的诗作来了 有一则笔记记载了件很有趣的诗 北宋诗人杨平 每次写诗前 握在草丛里名思苦想 一旦偶得家具 便兴奋地从草仙跃出 吓得路人无不惊骇 尽管如此 杨朴也没能留下哪怕一句千古流传的家具 如果不是研究古典文学者 都不知道有杨朴这个人 唐以后 有天宗之才如苏式 路由者寥寥无几 一旦写出能流传千载的节作来 不斥于中了彩票大将 路由诗云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知 作诗一副如是 宋寨僧人世会红冷斋 议画卷四载 黄州诗人潘大林 善诗文 幼公书 常有好诗流出 连文坛领袖苏东坡 都对他的诗作喜爱不宜 有一年秋天 潘大林的朋友谢无意写信问他 最近有没有新作拿出来欣赏欣赏啊 潘大林答复道 秋天的景色 每一件都能写出家作 知恨常为俗世纷扰 影响了写作的氛围 昨天靠在床上休息 听到窗外淋风雨声 一时灵感涌上心头 便起床在墙壁上写道 满城风雨尽重阳 不料 就这个单口 来了上门催租的差役 顿时诗性全无 再也写不下去了 现在也只有这一句回寄给你了 看来作诗 也是一件很一事的事情 俗世纷扰是诗家大敌 不然 古人也不会发出盈安一个字 缘断数根须的感慨了 潘大林去世后 他的朋友谢无意写下 古王有潘大林诗满城风雨尽重阳 无奈黄花脑一乡 雪浪翻天迷赤壁 令人希望一攀狼 来祭奠网友 到了南宋时期 还有一位叫方月的诗人 有诗 有九日到中 欺人一攀兵老巨 补了三巨 满城风雨尽重阳 成叫谁家橘子皇 又是江南离别处 烟寒吹燕不成形 龚允帝来说 以上补写的都还不错 但是同首剧相比 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就好像是一个整了容的人 还是那张脸 但表情变了 变得很不自然 上面补写的诗都没有流传开来 真正有名的还是那句 满城风雨尽重阳 后来又从此诗中脱胎出一个成语 集满城风雨 遇止消息一经传出 就到众口喧腾 到处轰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